同学们今天你们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我们不涉及到具体的知识 所以呢 主要的是给同学们呢 我认为是他答疑 除了给同学们讲讲答疑之外呢 我的重点是这个内容 给同学们说一下这个通关的金囊 总不能是浪费同学们的时间嘛 同学们来听我这个课呢 听了一个小时 结果那走了 啥都没学到 没有任何收获 这个不行 所以呢 重点内容给同学们讲讲他 把他给稍微讲讲 然后呢 回答一下同学们的这个疑问 不要着急啊 至少高级台税啊 特别是税收不分 我还是实际上是 不管是台证不分还是税收不分 我还是比较在行的 说实话就是 只有去年有一个点 我确确实实是欠的 没考虑到 其他的单子还是真是 该讲的都给同学们讲到了 过一会我会告诉同学们的 像这两个内容啊 我过一会就给同学们 各念一遍 并且呢 考前 我看 这个女老师啊 应该是叫小孟老师 是吧 她应该该讲的都已经给同学们讲了 像这种内容啊 其他的老师给同学们讲讲就行了 就没有必要 我在这里给同学们 说太多了 是吧 大概的给同学们说一下啊 能 你放心 同学 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放心 我会给同学们说一下 这个潜在的变化 你们学习的重点 我认为啊 咱既然今天在直播间里能够相遇 这就是缘分啊 对吧 所以呢 哪怕你不报环球的这个高级经济师的课程 我呢 也要让你得到一点东西 然后呢 咱愉快的 这个进行自己的学习 是吧 结果到最后 是吧 你听一个小时啥都没听到 那不行 放心 咱不是这种人啊 好了 现在呢 咱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公告的要点 公告的要点 没有什么可说的啊 目前呢 就是 同考 彼此 但是呢 是上级考 上级考取得了合格证之后 开始面试评审 那考什么呢 就考一科实物 但是 这个实物啊 他 分了十大专业 你要从中选一个专业 这里面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同学们选哪个专业的问题 这个根据你单位的要求 还要看你现在同事的什么工作 当然还要结合着你的专业背景 我认试好多银行的 人家那就指明了就只要金融 其他的考了人家就不算数 那你怎么办 你就只能考金融了 那咱们师生就没有缘分了 是吧 你就没有这个机会来学我这个台税了 但是啊 我认为从实用性上啊 反正是你于人力 行政管理 会计 审计 等相关工作的 我觉得学台税是有用的 同样 老师呢 你你忽悠我 你学人力 我如果是同时人力工作呢 我不考人力专业吗 实际上啊 现在啊 这个人力和 特别是个税啊 就是 税收在一部分啊 他是联系比较紧密的 有些同学他不懂行情 啊 你看自己的工资少罚了 实际逮着人家那个会计说 哎呀 找自己公司的财快部门 说你给我发 发错工资了 发错工资了 实际上 你的工资是多少 不是财快部门的人算的 是人力来给你算的 啊 人力资源部门来给你算的 你 你如果这个对工资薪金啊 还有个税啊 解决不好的话啊 也是有影响的 当然 这个因人而异啊 这个考什么专业呢 你随心所欲 黑啊 对黑瓶就重新刷一下 都要面试 所有的都要面试同学们啊 所有的 高级 考完了 统统都要面 面试的 面试不怕 面试后面 有人给同学们 这个说呢 怎么来面试 实际上面试很多 都是走流程 你只要不是表现的太差 都没有什么问题 考试的提醒 这个做PPT的 不太完美 去年 21年 它是 全部是主观体 三道案例和一道论述 我认为21年 三道案例 一道论述 实际上是极大的 降低了考试的难度 你需要同学们记的东西 哎呀 就是少了太多了 而20年 20年 它是有20道单选题的 那22年到底 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考核 我个人认为 和21年一样 但是这个 说不上来 这个考试部门啊 人事部啊 有时候很讨厌 去年的时候就是 本来都已经发了样题了 是还是选择题的 结果呢 突然之间就 把样题撤下来 就变了 就变得这个 不含客观题了 那明年 会不会说是 再加上客观题呢 我觉得 记住啊 同学 是我觉得 我觉得不一定准 这个 我个人感觉啊 它 可能 不会变 还是 三道案例 一道论述 我不期望 加 客观题 如果一旦 加了客观题 需要同学们 记的东西就特别多 因为 它考核的点 就多了 我就 不容易压齐了 说的再直白一点 但如果全部都是 主观题的话 真是可以给同学们 指明一些方向的 有些同学说 早点开经养班 你放心吧 同学 今年啊 我就跟着环球混了 时间呢 是比较充足的 我这两天 就把迂袭班 给同学们讲完 大概就是下一周吧 下一周我能讲完 最多再有一周的时间 他们能剪辑完 我立即就开始 讲经养班 就这么说 他们财税部分的 哪一部分有变动 这咱都懂 咱都知道 这个就直接全部 因为它没有教材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根据 最近这20年 21年 所有的税收部分的变动 以及财政的一些热点 给同学们就把 进奖班的课呢 都已经背出来了 我就呢 开始加把进入就行了 考试的时间是三个小时 按照道理来说 三个小时的时间是足够的 但是 这里面 我要给同学们强调一个事情 打字的速度 这个没办法 咱有些考生的年龄比较大 他打字的速度比较慢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 反倒是不太打字了 我12年之前的学生 很多想聊天的话 他要到网马里去聊天 那个时候手机还不能够像现在这个样子呢 上QQ啊之类的 那时候还是功能计 我记得好像是我08年还是09年 我教课的时候 我忘了啊 我那有学生呢 在那里正 我正正正的讲的课讲的挺嗨的的 我那学生当然是在校的大学生啊 在那里 咯咯咯咯笑起来了 我就纳闷了 我说这这学生怎么都笑起来了呢 过去一看 我猛然发觉 人家那个学生的手机能上QQ了 那时候比较low的那种 其实是现在来看的话 是一种功能计 这后面随着智能计的普及啊 和我们打字的这个速度啊 好多包括我在内啊 速度都降下来了 平时工作呢 可能会用得到一些这个输入法 但是不是这个打字的速度不行 这个要求同学们啊 刻意的练一练 我建考的时候 人见过有考生 医指禅 那就很吃亏的 预计啊 是六月中旬 但这个我们以考试的公告为准 其他的这些 取证过关这个啊 我大概给同学们说一下啊 集考成绩合格后五年内 你也就是说这个面审啊 你实际上是五年内 你都可以去报名参加 评审面试 但第一步 首先你要过了这个同考 集考 等到评审面试合格以后 你就获得高级职称了 我觉得要获得了高级职称的作用啊 我就不再给同学们得得了 这个东西是很有用的 我就不说哪一个城市的了 反正是有 他还是让我给他弄个中级 中级经济史 那都是一几年 我看看啊 一二年还是一三年 一二年还是一三年 一个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中层 找到我说 老师 你看看 你能不能给我弄个中级的经济史 弄个中级职称 领导要提拔我 但是呢 有一个硬杠杠 今年呢 必须要取得中级职称 中级职称里面 我觉得我 哪个都过不了 你看看中级经济史 老师 你能给我弄一个不 后备箱里就装着六万块钱 就让我给他弄一个 我弄不来 所以呢 这些职称啊 特别是行政事业单位的 这些都是刚需 有时候啊 时间是海绵里的水 你挤一挤 这个时间就出来了 有很多时间我们就浪费了 有时候我也是和那个智能手机啊 做斗争 我包括我来录课 都是这个样子的 智能手机拿出来 然后刷 半个小时就没了 克制一下自己 把这个机考呢 先考过 然后呢 麻溜的取得高级 支撑 取得了高级支撑 之后 有好多潜在的机会 像什么工资呀 之类的 我就不给同学们说了 这个 但凡是考的都明白 至于这个机考报名的流程啊 咱就要不放给其他的老师 给你们呢 可以不会的问啊 甚至说你加了群之后啊 等吧你 反正就是免费的嘛 咱说句实话 环球网校搞这个活动 不就是想宣传吗 那你就尽情的问嘛 不问白不问嘛 是吧 等到考试加群 啊 同学们 麻溜的加群 那个扫描 那个二维码 然后等到报名的时候 有什么不会 哎 你就找他 工作人员有时候都很好的 直接给你把照片修一修啊 我们交流的时候就有人 就有老师后啊 说哎 你看咱这学生啊 真是 这个直接让我给 给他修照片啊 传他可能那个照片呢 不合格 但这个照片是有要求的 他不会弄啊 结果呢 就让我们这个老师呢 在群里说 哎 老师你看 你给我弄一下吧 哎 有些信息也不会填 这些信息填的很多啊 比方说你 什么时候取得了职称啊 终极职称啊 什么时候获聘的啊 你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啊 职称英语啊 职称计算机啊 有些是要考的 有些有些地方是要求的 各个地方的略有不同 你需要填的信息实际上是特别多的 微信用户不是学员 哎 那就是学员啊 你就是学员的 然后就是要资格审查 填完这些很复杂的信息之后 资格审查通过了之后交费 我再强调一点 报名的时间高级的比较短啊 你一定要时刻 我还是建议同学 因为你你家的这个群没有说是一定要求你报名的 有时候呢 我比方说你们这个听课之前 就是我上课之前 我就用手机扫了二维码 扫了二维码之后呢 是啊 打电话 推销吧 打 我承认这一点 但实际上 他们还是比较厚道的 我就给我打了一次电话 就是我以学生的身份 扫了二维码 听一下 就是我们要要配合嘛 就留下了我这个信息了 留下了我这个信息 就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我说我没有需求 然后就再也不给我打了 其实没有什么 你加了这个之后 开始报名了 然后人家这些老师呢 就会在群里告诉同学们 反正是去年那个报名时间啊 真的比较短 有好几个同学错过了 错过了就晚一年嘛 这个实际上是晚一年 对有些人来说 它就是一个时间点 你这个时间点 你取得了高级支撑 退休了就是另外一个待遇了 你退休之后还有二三四年呢 那那退休工资不一样的 打一准考证 对后呢 即考考试 其实这些考试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平时的学习 高级应计师的报考条件啊 这个那个老师 我看刚才都已经给同学们 说的差不多了 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之后 如果大专的相关工作十年 本科的五年 硕士的五年 然后还有第二学位 或者是研究生毕业 同时相关工作满五年的 什么叫第二学位 还有双学位 这个我就不给同学们解释了 第二学位呢 是修完一个 然后再修一个 双学位呢 是同时修俩 人家有些学校呢 就同时 你自己学这个专业 也可以学另外一个专业 两个学位 同学们也能够看出来 实际上是职称和学历 他并不完全挡价 人家有些可能是本科毕业 但是呢 他的职称呢 是高级 有些同学就不懂行 哎呀 这笑话人家 就有人给我打电话 老师你看我选的那个导师 他才是专科毕业 他才是本科毕业 他就能够 我考研究生了 他就能当一样研究生导师吗 你看他才是本科毕业 他怎么能够当我的研究生导师呢 我不服 你不服又能怎么着 人家职层高啊 人家职层是副教授教授啊 当你的研究生导师足够 你有博士学位的话 两年就可以凭高级之声了 其他的我就不再给同学们念了啊 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他说的是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实际上你会计的统计的 审计的都可以 包括税务师 现在啊 我这里再插播一下 我这个不是推销啊 我我实话实说 如果同学们听了我这个高级财税的话 我建议同学们考考 这个CPA啊 最起码你把这个CPA的 税法经济法 你可以考虑 不管你年龄多大 你可以考虑考一考 我给同学们讲高级财税的时候 税数部分是比照着 CPA的税法来的 比CPA的税法呢 稍微简单一点 但是呢 难度 反正你就是听完了 可以某种程度上说去 裸考CPA的税法 稍微做着题目 感受一下 是个能考过的 因为好多地方 这个CPA啊 直接就 我记得好像是河南啊 我记得好像是河南 他就当本身当这个高级支撑 其实现在的职业资格和支撑 他有一个等价的一个这么个政策 但是各个省不一样 主要是他不一定是同一个专业 你如果中级呢 考的是工商 但是那个中级啊 特别简单 说的通俗有点中级 就是看看你背过了没 你只要是不需要理解 你只要是背过了 甚至说就背背题目 那都是考核的形式 其实是傻白甜的 那如果你考的工商呀 或者是考的人力呀 比较简单的这些 结果呢 你现在同事财税的相关工作 那我还是建议同学们呢 报名呢 以你现在同事的工作为准 因为你现在同事这个工作的话 就在发表论文的时候啊 或者说是这个在面试评审的时候 那就更有底气一点嘛 人家问啥你能答出来吗 另外就是看你的专业背景 看你大学里学的什么 虽然我们大学里学的不好 我承认啊 我在高校里也教课呢 有时候啊 我都让那学生能气死 就是不爱学习 虽然我认为我是讲课里面很生动有趣的 也和学生的互动 但是无奈啊 现在的学生啊 真就不要说一般的本科了 就是211985的有些学生也不打地 也是上课呢 看手机睡觉 就是不听话 这个 虽然我们在学校里没好好学习 但是你好歹是有这个知识背景的啊 有一点知识储备 这样子呢 有利于你备考 这个内容咱就简简单单过去了啊 这个第三个内容啊 就是 但是他其实是以去年的这个 也就是21年的真题呢 来给同学们设计的 有三道案例 20 25 25 70分 一道论述 总分呢 是100分 及格呢 是60分 这个建议呢 你可以把它当成隐形的 看一看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看这个真题 让同学们感受一下啊 还是有难度的 这是21年的真题 第一道案例题 为什么说我要 给同学们忏悔呢 21年的我人生的一大败笔 这个六文六宝啊 我没给同学们强调 六文六宝好像是 18年的还是19年的文件 关键问题是20年真题里面啊 20年真题里面 他也有六文六宝 就是20年呢 他考了六文六宝 就是在那个给的那个材料里面 有六文六宝 我认为20年你材料都有 已经引用了这个六文六宝了 你21年不可能再考六文六宝 所以呢 这个六文六宝啊 我就没给同学们强调 这个挺 就这么说吧 我就想找过那个出题的人来 来 你给我写出六文六宝来来 他都不一定写出来 然后还要说说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其实啊 如果你 稍微的听点新闻的话 六文六宝啊 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要给同学们说一下 你不能够只看那些娱乐新闻啊 咱们都是要考高级经济师的人啊 考高级的人已经毕业了好多年了 你多少有点家底了 你得了解了解一些国家的政策 你得看看财经新闻啊 同学 你只要是看一下财经啊 时政新闻啊 六文六宝这新闻里都说了多少次了 多少也能知道点 那 说两者之间的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 你要会编吗 同学啊 啊 记住 高级财税的主观题 你只要敢写 他就敢给你分数 有没有同意答案 没有同意答案 现在有些人说 老师这个记考 我觉得可难的 记考对有些同学相当有利 为什么对有些同学相当有利 有些同学那个字写的超级无敌丑 结果呢 上记考看不出来了 你看看对你有没有好处 人家有些人写字很漂亮的 如果是只字考试对他就有有利 那现在呢 是上记考 打出来的字都一样 你要会编呢 来我我现在问同学们 你怎么编 怎么编 两者是相辅相成 变种统一 缺一不可 紧密相连的 这会写吧 六文和六宝 他们之间是 相互统一 缺一不可 没有什么错误啊 同学啊 然后啊 六文对六宝很重要 六宝对六文很重要 实际上也有关键词 我说的这个编就是说 实在咱是没办法了 多少呢 也要打出来 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啊 一定要注意啊 六文六宝呢 要紧密相连 不能够偏废 这不就三句话 这就三行就出来了 就编一编啊 实际上呢 去年就只有这么一个败笔 没有给同学们抢 那这个还真不赖我 刚才给同学们说了 我们去年给同学们准备的时候呢 就准备的主要是20年的实施政治 没考虑一把一九实施政治 这些文件 然后呢 20年真体里面 还有这个六文六宝的内容 所以就把它给忽略掉了 剩下的这些 该给同学们强调的都强调了 预算法 无论哪些管理的要求 像这个过头税啊 确实啊 没有给同学们在 实质性的给同学们强调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程序 就是税收和预算 相结合的一个程序性的规定 像其他的 不敢说这些题目 这个真题和我们平时练的一模一样吧 就是换换数字 全部都给同学们讲过 这些好多同学 你要是得不了90%以上的分数 像这种题目 你真对不起我 就是便便数字 该强调的都给同学们强调了 像这个所得税这个 怎么来调整 几乎一模一样 就换换数字 像他 我承认 这个不赖我 这个属于会计学上的内容 这个是会计 它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但这么一小问无所谓了 再有这个论述题 这个论述题啊 我过会儿也会给同学们强调 第一章和第15章是重点当中的重点 不管哪个班次吧 像 这个 台政的智能 目标 制度手段 经济稳定方面的制度手段有哪些 然后 疫情的举措 这些都已经给同学们强调的 实际上是 只要同学们 好好 听了课 能够把题目能够做对 想 就是这些 就这么几道题目啊 想过关的话 是难度不大 唯一的一个败笔 我刚才给同学说了 就是第一道 案例分析题 这个确确实实啊 今年我们开这个会讨论问题的时候 一个是给同学们拉长实质政治 把最近 不只是最近一两年的了 朝前推上 三年 就今年在给同学们准备题目的时候 准备实证热点的时候 就不止准备21年的 把20年的19年的 通通都给同学准备上 你是没有时间准备的 我们好几个教员老师 在那配合着我 准备这个实证热点 准备这些 当然财政 税收部分的计算题 这个你放心 我这一年教几遍 注册会计师的税法 税务师的 涉税实务 水到渠成 你就不用担心 税收部分 这个同学们根本不用担心 然后呢 实证我们会总结 基本上财政部分呢 是50% 税收部分呢 是50% 税收部分 这个考试目前啊 非常集中 就这么说吧 但凡是有那么五六年经验的老师 基本上都能够指出来税收部分的重点 就看他有没有本事 让同学们短时间内迅速的通过 我上课 我强调的是短时间内让同学们过关 为了 当然我这个也是一个缺陷 有些学生呢就找我说 老师你看你说它不是重点 那结果考了 这个我们要进行取舍的同学 我认为啊 是 我说不是重点的 他有可能考 但是他第一概率在那放着 第二 他分支在那放着 就是偶尔考那么一问 就那么三五分 我们没有必要浪费太多的时间的 就咱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说有时候呢 为了让同学们呢 花最少的时间 迅速的过关 有些专业性的 特别难的 考的概率不大的 比较费时间的 甚至说有时候呢 我们就是放弃一部分这种完整性 还有这种 可以说是纯理论的 特别有难度的 咱就适当的放弃一些 这样子呢浪费的时间比较少 因为不管是考中级支撑的 还是考高级支撑的 大家都不容易 都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段 说吧 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你然后又想考个试 然后呢提升一下工资 提升一下待遇 尽量的少费时间 你后面在听课的时候 知道我这个梁胡用心就行了 到时候别一 出来考试题目 老师你看你这个 你这一问你说了不考 结果他考了 还有些同学去年跑过来 你知道他他质疑我 说老师你说有可能考个税呢 结果没考吧 是这个样子的 20年呢他考了企业所得税 我认为啊 个税呢是重点 因为19年个税 正式实施嘛 18年改的19年一年 20年一年 这几年个人所得税都是热点嘛 所以呢我就给 把个税呢给同学强调的 比较细一点 说有可能考结果没考 哎呀这个同学可是 老师你看你说考的没考 但同学 我给你讲的细一点 是不是你最起码到每年 四月多五月多 个税申报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不那么麻烦了 你就不用求别人了 是不是自己就会算了 自己是不是就能摆平了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再说呢 这个我们只是说 我负责根据考试大纲 给同学们讲透 他考啥你说 我说了算吗 我说我负责根据考试大纲 我负责根据考试大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